好 那我們就開始 我們為了要做這兩題習題 我們要開始教什麼是HTML 那其實我們還有一個主題還沒教 我暫時先把它跳過一下 為什麼呢 我們已經講了匿名函數與回覆 但是有一個物件導向基礎我還沒講 可是暫時我不想碰物件 因為 會讓各位變得複雜 所以我先跳過這個講題 因為雖然它是語法的部分 但是我先跳過 略過以後再回來講 所以我們 先講 HTML網頁的基本語法 這樣子你就 比較能夠 很快的 了解到底什麼叫做網頁 好 現在我們來看 什麼叫做HTML的網頁 基本上 所謂的web技術 前端有三個主要的東西 一個是 HTML 第二個是CSS 第三個是JavaScript 所以有JavaScript 前面已經學會了 那這個 傳統的網頁在很早期 已經快20年以前了 那個時候 就只有HTML、CSS 沒有JavaScript 那現在呢 很多網頁都是有JavaScript會動 你可以看一下W3School 這個等一下有空你們再去看 我先把什麼叫網頁簡單的介紹一下 一個網頁長這樣 我們會有這種 用 兼括號 括起來的這種東西 這個叫標記 OK 這些標記呢 前後會成一組 譬如說我有一個HTML 我就會有一個斜線HTML來做結尾 OK 我有一個HTML就有一個斜線HTML 我有一個body我就有一個斜線body來做結尾 一定要對齊 你不能夠說我有開頭沒有結尾這樣 不好 不好 雖然有時候可以用 但是不好 有開頭 就一定要結尾這樣比較好 比較符合標準語法 好 這一個網頁呢 你如果把它剪下來 剪下來 按 在這邊是按那個 視窗鍵C 複製 如果你是在家裡Windows的話就按Ctrl C 複製 或者是直接這樣子選複製也可以 好那現在呢我們就 把它存檔 不過我要先叫出一個編輯器才可以 我們來叫出一個 Vidual Studio Code當編輯器就可以了 Vidual Studio Code跑到哪裡去 在這裡 好我們先叫出Vidual Studio Code 然後呢 我開一個新的檔案 把它存起來 Test貼上去 這就是剛剛的Hello 把它存檔 Save一下 Save在哪裡呢 OK我就存在這個CCC底下 這個CCC目前是在桌面 OK 那我就 存檔名 叫做Hello.htm OK OK 儲存起來 你會看到它變色了對不對 因為這種編輯器會認 如果是html 我用 把標記用藍色顯示的 然後呢 接下來我們去 剛剛的桌面存的地方 好這邊有一個Hello.html 對不對 我把它打開一下 Hello 好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終於顯示了一個Hello 在 網頁上 這就是一個網頁了 OK 那你會覺得這一點都不了不起 但是 其實 我們的第一個層次 我覺得通常都是了不起的 因為 我們 開始JavaScript的時候 第一個層次不是Hello World 對不對 Hello World 所以你只要能夠選一個Hello 其實就有一個好的開頭 好所以現在我們有了一個Hello的網頁 你可以看它的原始碼 你會看到 OK 它的原始碼就長這個樣子 我按右鍵 在剛剛的那個網頁上面 我按右鍵 在這裡 按右鍵 選 檢視網頁原始碼 你就會看到原始碼 這就是 就是 原始碼長這個樣子 OK 好 那 到這裡為止應該都會很簡單 都很簡單 那你可以一邊坐 接下來呢 當然會越來越複雜 來 網頁有一個特性 就是 它裡面有所謂的超連結 什麼叫超連結呢 你在Facebook裡面不是有這個吧 104上程式設計 這就是一個超連結 你點下去它會 跑到另外一個網頁 這種東西叫超連結 不要用Facebook當例子 Facebook不是很好的例子 我們用 用本校的網頁 好 你會看到本校的網頁 像這一個 是不是個超連結 你點進去就到 校慶停課通知的這一頁 接下來這個 那就說是公告來 你會覺得好像都沒有換 再換一個 就是說 CNN好了 好這是CNN的新聞網頁 那你這邊點進去 是不是 點到了這一頁裡面 你看它的網址會換嗎 我現在 是在這裡對不對 它的網址是長這個樣子 我點進去之後呢 它的網址跑到 這邊來 網址會換 所以當我點進去之後 它會跳到另外一頁 這種叫做超連結 那這個超連結怎麼做呢 我們看一下 它的語法是這樣 A A OK A代表Anchor 超連結 的毛 毛的意思 A 我們有一個A就有一個結束的A 這樣子 才能對齊 那中間你可以放你要印的字 但是呢 重點是你到底要連到哪裡 你要放在這個 HREF這一個欄位裡面 你放在HREF這個欄位裡面 你點這個Yahoo上面的時候呢 它就會跳到 TW.yahoo.com 那個網址上面 所以 我們再把這一個 存檔一下 再把它存檔一下 發一個新的檔案 存檔 然後呢 然後呢 就叫Yahoo.html 好 這時候呢 你會看到它有變色 而且你看 這個字的變色 跟這個色 都 分得很清楚 現在我們把剛剛這一個 Yahoo.html 也打開一下 你看它說 Hello Yahoo 問題是Yahoo是藍色的 而且還有底線 對啊 現在呢 我把滑鼠移到這個Yahoo上面 點一下 它跑到Yahoo了 這就是 最基本的網頁的設計方式了 其實最早的網頁就只有這樣 有字有超連結 就這樣 後來才加上有圖 再後來 有表格 再後來還可以填字 還可以做登錄 還可以做登錄註冊之類的動作 再後來呢 覺得這樣不夠 加上JavaScript 可以做動畫之類的 然後再後來就是現在 所以當你寫這樣的網頁之後 其實剛剛這樣的寫法不太好 你寫網頁跟寫程式碼一樣 最好需要有層次性 所以你的網頁可能 寫成這樣會比較好看一點 但是有些人也不會這樣寫 不過網頁到底怎麼寫 不像程式碼那麼嚴謹 好接下來呢 你可以加上一些表頭資訊 那重點是 如果你今天有中文的話 那你不應該像剛剛只是那樣寫 你應該加一個表頭資訊 這個表頭資訊 放在 head 這個 節點裡面 放一個叫meta character set 等於 utf8 utf8代表unicode 換國碼 這樣子的話 你 裡面的中文 只要是用unicode編碼的 那他就會正確顯示 那就不會產生亂碼的問題 之前我們曾經看到一些層次的註解 亂碼 就是因為他不認識你到底是用什麼編碼 所以就亂碼 那如果你今天 已經告訴他我的編碼就是utf8 他就不會亂 亂顯示 OK 那這時候你就加上這個 Hello 你好 但是html的規定其實 標頭最好再加上這個 驚嘆號 dogtype html 但是這個 沒寫 通常也不影響 所以 如果你真的很討厭他 你就不要寫 就算 那這個網頁會長什麼樣呢 再做一次 試試看 這個就叫做 Safe 就叫做 Yahoo UTF-8 好那我們就把Yahoo UTF-8 再打開一下 你會看到 Hello 你好 你好中文是OK的 但是如果沒有加上剛剛那個 Carset等於utf8的話 他有可能會 變成亂碼 OK 也有可能正確要看瀏覽器 到底認不認得 這個Yahoo還是可以點 OK 還是可以點 好 這樣子 大家對網頁應該有一點點基本概念 接下來呢 記得你的編碼 儲存的時候 utf8 但是Vidual Studio Code 預測就是utf8 所以沒有問題 那如果你用NotePad++ 你可以選 好 接下來呢 這個網頁還可以有很多 變化字體 什麼變化字體來看一下 像這個 來 譬如說這個我給他存檔 save叫做funt funt.html 我把它打開 funt在這裡 打錯了 變成funt 沒關係啦 funt 你可以看到這邊 的字體 這個是斜斜的 這個是一般的 這個是斜斜的 這個是比較粗一點 其實好像看不太出來 真的有比較粗一點 這個叫明顯 其實就是跟粗體差不多 這個叫強調 其實就是跟斜體也差不多 還有上標 跟下標 OK 所以你可以利用 這樣的語法 這樣的語法 譬如說 i b p strm em super sub 這些東西來 讓你的字體 變成 邪體 出體之類的 不過這種語法 在新版的裡面有點放棄了 所以呢 ib這些盡量不要用 那super和sub好像還可以用 不過沒關係啦 反正現在不用去區分新版舊版 你只要會寫 暫時就OK了 以後你要真的開發的時候 你再去注意到底 哪一些東西 目前 不建議用 好 OK 那這是 有字體的情況 那不只可以做字體的 改變 還有很多 我們先 繼續看一下 也有標題 像 H1就第一層標題 H2就第二層標題 一直到 H6第六層標題 那這種 標題呢 它會變成像這樣子 越大的標題 越 數字越小的標題 就是 H1的話 字是最大的 H2再小一點 H3再更小一點 這是標題的 還有影像 就是說我們寫 IMG IMG代表說現在這一個 節點是個影像的節點 然後呢 SRC就說 我現在這個影像檔在哪裡 放在哪裡 那 如果 沒有寫 路徑的話 那就是代表說 它跟你這一個 文件是放在同一個 資料夾底下 OK OK 那這個F7501 是我寫的一本 系統程式的書 所以就拿來做範例 你可以讓圖 顯示成 預設的大小 預設的大小 就是你圖多大 它就多大 另外你可以設定 直接設定它的高度寬度 但是它會變形 對不對 你直接設定高度寬度的話 它變形 那你如果設定20% 代表它會 縮小5倍 所以 最後結果是像這樣 不對喔 不是縮小5倍 這20%是變成 整個螢幕的 寬度的1分之1 不是縮小5倍 這裡 誤會 整個螢幕寬度的1分之1 這個大概是5分之1 那你也可以直接指定 像剛剛那個100 200 那個就是 高度是多少個像素 200個像素 沒有寫的話通常是指像素 像素的話就是一個螢幕 以這個螢幕而言 它可能是 我不確定它目前是多少 要看設定 現在的 iMac 螢幕有些是 1920 乘以1080 那就代表說 它有這麼多個點 這就是像素 1920 個點 寬度 1920個點 這就是像素 好 接下來是 表格 如果你寫 table 這種東西的話 那 它最後排出來 就會是一個 表格的形式 像這個樣子 藍一藍二 列一列二 然後裡面 1-1-2 那也有項目 項目你是用ul 開頭ul結尾這代表說無編號的清單 項目 那它 如果你用ol開頭 ol結尾這代表有編號的 那裡面的項目一定都是用li OK 這結果會長這樣 無編號的項目前面會有個圈圈 有編號的項目前面會是一二 三四 這樣一直憋下 但是不能斷 你斷掉之後 就 會 會重來 接下來 還有表單 表單是什麼呢 你可以寫像fone這樣的東西 然後input OK input 裡面有不同的形式 有一些叫test 就是你可以打字的欄位 有一些是email 你只能打email欄位 有些日期你就一定是要輸入日期 有些是檔案那你可以選擇檔案 有些是radio代表是用點選的 有些是這種select代表是 它會是一個下拉式的選單 有些是text area代表是一個很大的文字編輯區 有些是submit這代表通常是送出鍵 reset代表清除鍵 好這個出現的結果會長像這個樣子 帳號 密碼 信箱 生日 照片 照片你沒有選擇檔案你可以選 性別 男女 血型 A型 自我介紹 送出清楚 OK 差不多其實HTML網頁就是這樣而已 所以HTML上網 我們不會花太多時間 再講HTML上面 因為我們的重點是程式設計 而不是HTML 但是後面會用到 譬如說 後面會用到什麼 這邊的A型有什麼 有 這邊的Metal代表什麼意思 這個目前暫時不講 講了各位會很會 等到用到的時候再來講就好 好 所以現在 各位已經把HTML寫完 那我們今天的第二題習題就是請你做一個 自己的網頁 就開始做吧 自己的網頁 試試看 好嗎 好 好 不好意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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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